同学们大家好 在前几周我们介绍了电路电路的分析 现今电路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是比例关系与时间无关 从这一周开始我们将介绍杨鲁新的这项元件 即电容元件和电感元件 他们的电压电容关系是采用微分形式或者积分形式 与时间相关所以成为动态元件 这样包含了电容或者电感的电路 它的电路方程就将是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的解通常是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或电流 经历一个过渡过程以后电路才能达到新的本态